终于上来了,累死老子 有人,晚了,我自投罗王,和你们拼了 兄弟们,我双11订的4K显示器终于到货了 给大家简单开箱分享一下 信号是ROG的XG32UQ,中文名《绝神32》 买来主要的用处就是为了4K价打战区2.0的 况且大家也知道,我已经用上了4090显卡 不搭配一台4K游戏显示器还真说过去 价格的话,双11期间是5999 其实在这个价格段,还有一台更高端一点的超神32 贵了几百元,不过综合对比下来 感觉还是《绝神32》更适合玩FPS游戏 具体原因下面会较大 安装很简单,避免一个大眼睛闪闪发亮 但并不带RGB 这里需要称赞一下ROG新款显示器的底座 相比我之前用过的显示器要更节省空间 毕竟我卧室的桌子宽度仅有55厘米 主要接口部分搭载有HDMI2.1接口 可以在PS5这类游戏主机上实现原生4K120Hz的游戏画质 另外还有一个DP1.4接口 支持DSC显示流压缩技术 可以满血输出4K高刷游戏画面 这是显示器证明大片的媒体真的没话说 边框也控制的比较窄 这里是它的一些基础参数 4K分辨率 160Hz刷新率 1毫秒的灰界响眼时间 以及采用FAS的RPS面板 对于一款4K显示器来说 这套数据确实足够强悍了 更是非常适合我们FPS游戏玩家 不过在正式使用这台显示器之前 我还需要做一点小小改装 毕竟相比超深32 这一台的眼睛是不发光的 但这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 因为我之前买的这套菲利普电脑界面灯带 就是为了这一台32岁显示器准备的 这是安装后的样子 虽然有点略微破坏了显示器背面的整体美感 但管它呢 我又不看背面 因此我就得到这么一台 可以灯光同步的奥机超深32显示器完美 而且是灯光还能通过手机来开启和关闭 科技感拉满 另外它这个灯光同步也很有意思 是可以根据画面显示的颜色 来进行相应的变换 让游戏沉浸感更加强烈 所以有相关需求的小伙伴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种搭配 达到一个专属于个人的电镜小空间 那么接下来略微的设置一下 咱们就赶紧进入战区2.0 体验4K分辨率下的硬核齿及乐趣吧 这里是超频选项 启用后就可以将刷新率拉成到160Hz 这里选择显示模式 我选择FPS模式 这里是奥机显示器自带的一些游戏显化功能 也就是俗称的物理外挂 不过我暂时用不到 走赶紧虐老外去了 现在我进入的是战区2.0的双排模式 感觉在难度上应该可以略小一些 毕竟我这是第一次玩 不熟悉地图 也不熟悉游戏方式 不过用一台4K显示器来呈现这个游戏 沉浸感是绝对一级棒的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 换了两配型的游戏 跳哪里好呢 队友是个老外也不能啄他什么 思考了半秒 我两眼一闭就跳了下去 耳边风声呼啸 视线渐渐模糊 但是我怎么卡了一下 我这可是4090一样 游戏的优惑也很大 来给大家编一个精准上防 上防底 接下来赶紧准找武器 瞧着建筑的细节 绝对要比吃鸡强了一点点 一块防弹插板 希望是国产的 决成某个俄罗斯大兵 连中两枪 都被咱国产防弹一防住 毫发无算 一个武器箱 这是一把飓风冲锋枪 龙奈亮武时 可以在近战时 提供持续的火力输出 然后这里还有一把 野牛 为啥就找不到一把鸡呢 周围已经出现枪声 我还想消消的伏击几个呢 嗯天哪 我发现老外了 正在向我这个区域跑来 好紧张呀 他会好好地听话 让我打一下吗 越来越近了 应该差不多了 人呢 在这里 哎呀 这没有配件的武器 跳动太厉害了 赶紧留 等一下可是两人 我故障难鸣 停 反击这么快就过来了 保命要钱 不好 这里怎么也有人 哇 这么减什么 大致不妙 刚离开等于我有种狼血 我怕是要小命不保 谁来救救我呀 吓死我了 先传口去 真的是太险了 我的三块防弹钢板全部被干爆 兄弟们 这绝对比吃鸡自己多了呀 好机会 应该是死彻底了吧 他还有一个队友 只要再弄死他 我就安全了 来了 搞定了 你俩不是很狂吗 再起来给我嚣张呀 起不来了吗 不好 有反光 你别嚣张 等我舔一把步枪弄死你 哇 什么情况 于是 我就这样被人用轰炸机 送进来建议 据说只要在决斗中胜出 就还有重返战场的希望 所以我斗志昂扬 挥舞着砂锅般的拳头 一争 要把我的敌人们揍的生活 不能自理 但是等了许久 也没开始决斗 这是啥情况 我被 我被释放了 我就说嘛 我是个好人 坚有可忠我清白 但是我的武器帽子被没收了 还得重新 还得攻击 不多时 我攀上一个房顶 找到一顶RPG冲击架 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它是在AKM突击步枪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一度被称为枪戒硬骨套 原因是据说 它曾一口气发射了一万多发子弹 主要部件仍然完好无损 最皮实耐用 是极大特点 但是我感觉自己可能不太耐用 要跑毒了呀 四周可见载具横行 我必须也得找台车才好 不妙 远处使了一辆车 速度隐蔽 哎 这啥运气 竟然意外找到一把狙击普枪 这是要吃鸡的节奏呀 不过子弹只有十发 有点少 这辆车应该是可以开的吧 哇 谁这么不低道 卸走了一个轮子 才能靠下我的车技呀 哎 实在是爬不通了 就到这里吧 这好歹是进了圈 距离吃鸡 又进了一步 竟然有了居屋的寻出高地 才能尽量发挥出我的真正实力 远处这个塔 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好像有梯子 有门 终于过来了 累死大爷了 看着听见 没想到跑过来这么累 不对呀 这么好的地方 上面不会已经有人了吧 不错不错 安全 但是不应该呀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狙击位置呀 终于上来了 累死老子 哇 有人 晚了 我自投罗王 和你们拼了 嗯 他为啥不理我 没钱买耳机 不对 该死的 他真是瞧不起我 哼 让你们看不起人 这一刻 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营老心疼 一下子啥都有了呀 看得我眼花缭乱 不知道选啥 不过这把西哥诺50 貌似比我那把剧要好一点 换着它 但是又要跑毒了呀 这颜色一看就很毒 落在其中 肯定不是好滋味 咦 发现两个小可爱 嘿嘿 正好试一下我的新鞠 该死 剪辑 以后把这一段剪掉 这妙里竟肯定是摔坏了 毒来了 必须赶紧离开了 不太妙呀 好多老外都在下面跑路 我 我好想变成狐巴 我好想这招管用了 真是在现实中 早就拍成鲜饼了 不好 有人打我 自闯不滑 启动 可恶 我完了 哎 他不补枪的 哈哈 老子又活了 哇 好机会 太被击倒了 而且还被补了 嘿嘿活该 我又活了 现模布 赶紧跑 这不是刚才不配火 启启的火牌 这下子应该活不了了吧 进圈了 跟你找地方修正一下 这游戏真的是太刺激了 如果这个手带着测心率的手表 我感觉应该能直接爆掉 修正完毕 继续跑多 前面打得好激烈呀 为了以防万一 我准备做防众喘行 以便尽可能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只有七个敌人了 我感觉没有意外的话 我也许能有吃鸡的可能 没想到第一次玩战区2.0 就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天赋释然 我也很无奈 等一下有情况 怎么回事 他不跑毒的吗 让我用弯口醋的打去交代 不行 距离太近了 再另外找条路 什么情况 我被毒死了 苍天哪 我大意的 我的战区2.0手心 我就只能打击 天赋